我们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进行了专业整理 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野心 拜登保证舰队没有核武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表示担忧 已建立一支新的核动力潜艇舰队 该计划将从2030年代初开始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 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野心 中国此前曾变称该协定相当于核扩散行为 这些潜艇采用常规武装 但由非常高的浓缩油提供动力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 这些船只上不会有任何类型的核武器 迄今未止 除了该条约承认为武器国家的五个国家外 和不扩散条约 没有一个缔约国拥有核动力潜艇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比特币升至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路透社报道 比特币周二升至9个月高点26533美元 因投资者在西股银行破产后寻找避险资产 加密货币在过去五天上涨了26% 与此同时 周二公布的美国消费者价格数据显示 通胀继续上升 尽管速度低于上个月 分析失预期的数据 可能会促使美联储暂停 即将加息 2022年 对数位货币的批评导致价格暴跌 但今年传统金融机构的兴趣日益浓厚 导致价值反弹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日本 许多人说他们再也不会旅行了 根据Morning Consult的一项研究 工资缩水 地缘政治担忧和时间不足 是对全球旅行兴趣减弱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在日本 调查显示 35%的日本人无疑在本国或海外度假 这一数位与其他15个国家的受访者相比相行见处 超过了中国和韩国 国内旅游巨头JTB公司预测 今年只有840万日本人将在国外度假 比2019年的水准下降了40% 该研究指出 日元疲软 假期津贴有限以及持续的冠状病毒担忧 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在1980年代 后期的泛泰平洋旅游危机期间 日本度假者被认为是大消费者 他们的冒险天性将他们推向遥远的目的地 但根据在日本从事该行业超过15年的旅游行销分析师Ashley Harvey的说法 对于现在的大多数日本人来说 海外度假不值得后勤麻烦 更不用说大流行对出国旅行的担忧了 住在神奈川县的20岁大学生艾米丽·景泽 Emma Izawa打破了这种模式 飞往伦敦看望朋友 她怀念那重兴奋的感觉 想念那重在祖国之外看到世界的感觉 据说下一代日本学生和年轻旅行者的心态与钱 基带人不同 并且没有表现出同样不愿意出国旅行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越南经济下滑将关键利率下调100个基点 彭博社报道 越南央行出人意料地将贴线率从4.5%下调至3.5% 试图在全球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提振经济增长 越南国家银行还将某些行业的短期贷款利率上限从5.5%下调至5% 并将银行监市场的隔夜贷款利率下调100个基点至6% 监管机构将在融资利率维持在6%不变 世界银行表示 越南面临通胀加速的风险 今年经济可能从2022年的8%放缓至6.3% 此举是在总理泛民证指示 央行采取措施降低贷款利率 以便在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支援企业之后采取的 根据1月份的一份声明 央行今年的信贷增长目标约为14%至15% 可能会跟巨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央行表示 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控制 但国家经济面临许多困难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巴基斯坦警方与前总理汉的支持者发生冲突 造成数人受伤 路透社报道 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 和林朗康的拉赫尔住宅外发生冲突 远警小组到达逮捕他 数人受伤 汉的支援者聚集在酒店外 当他们变得暴力时 远警被迫使用水炮和警棍向他们收费 尽管汉已从高等法院获得保释 但法院对他的逮捕令已经发出 指控他去年据称威胁法官时发表的演讲 在去年初被赶下台后 汉领导了抗议活动 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提前选举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蒙古希望同能改变停滞不前的经济 美联社报道 蒙古正计划将同出口增长的收入投资 与经济发展基金 以打击腐败并从矿产财富中 获得更大的利益 总理Lofson Amstrain-Ownerden表示 该基金的支出将集中在技术 旅游 公共卫生和教育上 该基金的一部分将专注于 防止商品价格变化的稳定基金 而另一部分将用于住房 教育和医疗保健 蒙古90%以上的出口来自采矿业 并一直受益于全球电动器车销量的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蒙古 今年的经济增长将达到5% 而去年为2.5% 蒙古的澳油陶乐盖 Oil Togoy 矿是该国最大的矿山 经过数十年的经济斗争和腐败 最近进行了扩建 以从煤炭 黄金和铜等矿产中受益 澳油陶乐盖的建设始于2019年 但政府与利拓之间 关于成本超值的分歧阻碍了进展 12月 在俄尔德尼政府透露 对被指控 从不当转移煤炭出口中 获利的官员进行调查后 抗议者在乌兰巴托集会 蒙古还将考虑 开发更多的水利发电厂 以减少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电力依赖 还计划建造一座冶炼厂 从铜矿开采中获得更多价值 蒙古将以另一个 各同资源丰富的国家智力位模型 该基金的运作方式 将类似于智力的主权财富基金 和江自然资源收入 投资于公共投资的石油生产国 矿山经营者还因在沙漠环境中 使用稀缺的水资源 和传统游牧民的流离失所 而受到活动人士的批评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泰国总理在投票 临近时批准数10亿支出计划 彭博社报道 泰国内阁已经批准了多项提案 包括3.35万亿泰铢 970亿美元 预算 价值620亿泰铢 18亿美元的电信投资 240亿泰铢 7亿美元的高速公路专案 市政官员价值48亿泰铢 14000万美元的加薪 价值7.16亿泰铢 2000万美元的玉米种植者收入保障计划 以及价值10亿泰铢 29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 总理巴育希望延长他的执政时间 因为他自2019年以来第八年竞选当雪联盟领导人 此前他与军方支持的执政党分裂 该执政党说明他自上次投票以来继续掌权 巴育可能会在3月20日下令解散议会 总理办公事布长塔纳孔 旺布恩孔查纳 Thanakor Wangbongkongshana表示 众议院的4年任期于3月23日结束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菲律宾加大努力遏制沉没邮轮漏油 路透社报道 据菲律宾环境部称 防止菲律宾燃料船漏油对海洋环境 造成损害的努力已经加强 由椰子和炙草材料制成的简易易游栏 被用来阻止悬挂菲律宾国企的MT Princess M King 泄露约80万生工业燃料油 该船沉没在中东不明都落省 已经发出警告 燃料可能会影响福德角岛航道 一条以高度海洋生物多样性而闻名的水道 以及巴拉望岛北部 由于担心泄露事件 游客已经取消了前往东方民都落岛的旅行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印尼部厂警告矿工 遵守环境法规 路透社报道 根据海事和投资事务协调部长 罗哈·Panchettan的说法 在印尼复涅地区经营 且不遵守环境法规的公司将被吊销执照 印尼希望利用其庞大的涅储量成为电动汽车电池的区域制造中心 在过去三年中 它与现代LG和富士康签署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协定 然而 印尼的环保主义者批评了这一决定 称采矿和矿物加工将不可逆转地破坏环境 正如该国其他地方所证明的那样 Panchettan警告公司 政府将对任何不合规的公司采取行动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泰国寻找从发电厂取出的失踪放射性钢瓶 ABC报道 泰国当局对一个庄有危险放射性物质的失踪钢瓶表示担忧 据报道 该钢瓶从8真无理辅的一个燃煤发电站被导 钢管长30厘米乘13厘米 还有用于测量蒸汽压力的高放射性同位塑色137 据信它是几天前从离地面18米的壁挂上掉下来的 周末搜索未能找到丢失的管子 重达25公斤 当局警告说 直接暴露鱼服社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风险 并呼吁公众说明找到管道 这是本月报告的第二起放射性材料失踪案件 1月份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生了一起事件 当时一辆载有用于采矿和勘探的放射性液体的卡车 在通过偏远的帕德伯里地区运舒适失踪 不久之后 失踪的邮轮被发现完好无损 据信这两起案件都与恐怖主义有关 但这两起案件都引发了有关使用核装置的安保和安全问题的问题 与此同时 据报道 中国政府正在帮助确保朝鲜核计划的后勤安全 有报道称朝鲜已于1月6日进行了第四次核实验 有人担心北韩政权可能正在开发必要的技术来开发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据报道 美国政府在北韩确认他们进行了成功的实验后 对朝鲜实施了新的制裁 以阻止未来的实验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液化天然气必须保持便宜 以留住新风机 彭博社报道 液化天然气 LNG 价格的下降和亚洲进口上的需求激增正在恢复新买家的计划 将是厂阔展到日本和韩国等传统目的地之外 中国 印度 泰国 菲律宾和越南都有望成为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 因为人们担心随诸欧盟才取行动乘罚高碳排放的国家 欧洲对这种燃料的需求将大幅下降 为了使液化天然气型业绩续增长和繁荣 将需要平衡买家和供应商需求的实惠价格 虽然现货价格最近有所下跌 但仍高于10年前 印度等国家开始制定进口燃料的能源战略 液化天然气未来的成功取决于降低成本 例如与进口商签订合同 提供优惠条款并更长时间的锁定价格 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加大燃煤电厂的发展力度 72%处于不同审批阶段的煤电专案仅归于中国 这具有全球影响 因为减少碳排放和使用清洁能源的努力 受到中国严重依赖煤炭的阻碍 在英国 一位政府气候变化顾问的一份标题报告指出 到2035年实现净零电力是可能的 但将是一个挑战 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动机 正在推动对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 这些基础设施既可以遏制气候变化 又可以确保能源资源 21世纪是亚洲世纪 亚洲简报 亚洲权威报道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